欢迎收看永康新世界 请帮忙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今天非常高兴在冷冷的天气当中 邀请到的是暖暖的建文集大使 谢谢 谢谢永康 各位朋友大家好 永康先拜个早年 现在就要拜个早年了 才1月底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2月上旬 今年过年是在2月上旬 上旬啊 快了 因为下一次大使来节目 应该是2月底了 对对对 所以先拜个早年 先拜个早年 拜早年 我刚刚说大使是暖暖的 真的 因为长时间都对永康的邀约 非常的相提 特别的感谢 我的荣幸 我就直接先问大使一个 您这个圈子里面的 潜规则或者是个行规好了 当你以前派驻在海外 你会跟媒体分享讯息的时候 聊到我听说什么 你会把听说的事情 去跟媒体做分享吗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这是那个操守 这么敏感的 而且 对外讲话的话 重大问题 你一定要报准 你一定要警示 这不能随便讲的 对 而且他这个 你要提这个事 我知道他是跟澳洲媒体讲的 对 所以 有一些巧妙在当中 我再问一个题外话 因为你们在这个 住海外的时候 会有非常多的一些餐序 你常被受邀嘛 对对 不同的餐序当中 难免会喝点酒 会不会因为几分 会不会因为几分罪异的时候被套出一些话 怎么要去防范你的嘴巴露出一些不该露的讯息 通常是不会 我很少碰到有人 所以酒量要不错 通常就是说你要不是准备被人灌醉 你要准备有那个把人灌醉的实力 所以考试有把这个酒量纳入考量范围吗 倒没有 倒没有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种灌人酒的习惯的在西方社会比较少 比较少 西方社会 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住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 每次在台湾吃饭 那别人 别人手去碰酒杯 主人碰酒杯 其他人都去碰酒杯 我就没这个习惯 对 因为 外国人大概敬酒就是一次 对 他就跟你一开始敬个酒 最后再结束 中间你自己要 这喝不喝是你自己的事 在我们中国人的场合里面 万一那个有人比较大一点的时候 一碰酒杯 大家就都拿酒杯 因为主人家一举杯的时候 根据礼貌 人家一举杯我们很自然就会真的 可以开始准备 准备叙事待发 一要一起喝一杯 这个是很大的差异 然后我们中国人就是说 喜欢自己喝也要别人也要喝一样的多 同乐嘛 喝一样的多 那好像这个习惯不太一样 那当然啦 就是说外交上尔虞我诈啦 灌酒啊 美人剂啊 什么都有可能啊 你碰过美人剂吗 会不会问太直接 应该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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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不容易啊 这个情报 别人打听 参会 你这个要有准备 随时接招 而且酒量好之外 除了不被别人灌醉 还有要把别人灌醉的能力 对对 喝了几分醉一周 还要严防女色接近 对啊 不容易啊大师 不容易啊 能够安全下装 能够守身如玉啊 最后啊 这个安全下装啊 这个告慰祖先 OK 我为什么提这个 一开始问这个话题呢 就是大家这段时间也看到新闻了 这个周末后面一觉醒来 台湾又掉一个 看起来趋势是还蛮有可能的 除了弄的之外 另外一个最新的 这个礼拜发生的是图瓦鲁 这是一个驻台 他对讲话的对象是澳洲的媒体 叫做潘恩纽 他是跟媒体分享 我听说 可能会有段会重新考虑 听说跟媒体做分享 接着画面上你看到这个呢 他们的财政部长 也是潘恩纽 我去查一下 因为last name是一样的 但是是两个不同的人 先是做了预告 然后他们的财长也说 确实周末选后 要重新解释跟台湾的关系 大使怎么看这背后的一波操作 从发言的人跟这个顺序 从听说到后来财长证实 对 我觉得就是说 这些国家 他们已经都练成了一身 怎么样 金钟罩 他很知道他的机会在哪里 他很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 所以呢 这些国家 他们不是跟我们的关系 他跟世界所有的关系 基本上他是要争取外援 争取外援是他维系 对外关系最重要的一个 怎么讲 工作 所以呢 他们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是比较 有特别政治考量的 所以在经济外援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太按照 国际的规则办事的 国际规则基本上有所谓 这种外援有所谓的 分两种 一叫emergency relief 就是说紧急救难 你出了事情紧急到大家去帮助你 另外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development aid 叫发展援助 但台湾的话就是反而就是 因为要维持关系 对对方提什么 开了一个数字 我就反过头来思考 我怎么去拨 怎么去挪动 预备金或什么东西 对 OK 这就变成这样 可是大国有的时候 因为他要做国际的地缘政治竞争 那时候他有时候跟别人竞争 像中国大陆他也要考虑到 他虽然是一个赠与国 可是这个接受国的话 他也有跟你谈判的筹码 那如果这个国家 再加上有美国 再加上像冷战的时候 俄罗斯跟美国 苏联跟美国 也在禁足这种地缘政治的利益的时候 他就会在给予所谓的发展援助的时候 他就有其他政治的考量 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是政治考量大于给予赠与的这个善意 在台湾永远都是政治考量 那我想要问的是 所以当一个驻台的 从一个听说的事情开始延伸出来的话 就是开架看你回应的时间 是吗 应该是要展开谈判 好 那我来看报道引述了知情人士 不具名的官员了 怎么说呢 一开始说可能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到后来说这样的说法 可能是配合认知作战 你怎么看从善意的到配合做认知作战 知情人士这样发言 透露给台湾媒体写出来的话 感觉这个应该就是成局了吧 就定案了 对 所以从一开始他可能善意到现在 认知作战 大概就没忘了 这个就断了 我觉得对 这样认知作战我想对那个不太公平了 他不会去替大陆做认知作战 他善意提醒可能 另外一方面他也就是说 可能图瓦鲁要跟台湾检讨各种援助计划 要不然的话现在有人也在争取他了 他就变成两面自首可热了 他就有跟我们台湾谈一谈 我们给予他援助计划 是不是加码了 是不是多争一些项目啊 他有这个谈判的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这前面两个 说帮大陆做认知作战是没必要 他不必要扮演这个角色 可是这个认知作战 立刻就把大陆扯进来 是符合吴钊燮他们的利益 话既然已经讲这样 就代表说台湾这方面 也不打算给钱了啦 也不打算继续留下来了 所以我看从媒体的角度 去分析这内容的话 应该就是会断了 而且澳洲 澳洲看起来也不想管 刚刚大致讲到一个 这个排约是对澳洲媒体 透露的讯息 大家上来也都知道 澳洲他们后花源 就是南太平洋这些岛国 我给大家看一个新闻报道 我们给大家看CG2 包括了诺鲁跟图瓦鲁 这两个南太平洋的岛国 长期以来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就是属于澳洲的势力范围 可是接连要奔向 如果是跟北京建交的话 透露的是什么呢 澳洲说 他这个是澳洲的外长 他说这个是 他们因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澳洲是无权做干涉的 这澳洲的说法啦 但过去澳洲的干涉还不少嘛 所以澳洲向来是帮 美国守住南太平洋的 相对的一些势力 那这次澳洲 我们也知道在意后是 跟新的总理 Ebonis跟北京 逐渐在修复关系的情况之下 是否也就 没有想要帮美国 守住南太平洋这一块 还是怎么样呢 他是完全说不做干涉 你觉得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 这个两个国家的影响太小了 因为另外一方面 他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偏啊 另外一方面太小了 非常小 那再加上就是说 澳洲事实上跟南太关系 在这个Morrison的时候搞得非常不好 Morrison曾经这个警告过很多南太国家 在开这个南太岛国论坛的时候 那时候斐济就把这个Morrison 这个威胁这些国家元首的 这个都卸出来了 所以事实上这个澳洲事实上的话 在南太里面 过去三年的这个形象很差 而且就是在所罗门这个案子的时候 所罗门因为当时跟他有建交 那澳洲代表美国出来 跟所罗门谈的时候 大概我觉得很不得体 那么所罗门一直讲说 区域内一个大国干涉他的内政 那而且因为所罗门是发生了 好几次内部的这个动乱 而且他两个大岛之间有这个矛盾 所以是一种政治动乱 所以所罗门直接讲 有一个区域内大国干涉他的内政 而且在里面纵横百合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奥班尼斯这个政府 想要比较怎么讲 是摆脱这样子败坏的名声 所以这两个国家他就没有 你要问他他一定说我不管 他不可能说管 他管的话就正好坐实 他在干涉人家内政 所以他一定不管 所以我觉得这个另外一方面 也就是澳洲跟中国大陆要改善关系 这个时候他如果他要管的话 那他又跟中国大陆花了那么大功夫 好不好把红酒市场搞回来 葡萄酒市场把这个龙虾市场 大卖市场搞回来那又要受到严格 但从华府的角度当然希望澳洲能够管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澳洲如果在这上面是完全就不去做任何的伸手的话 会跟美国之间有任何的一些 因为这个事情上面心里面有些疙瘩吗 其实美国已经收回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在当地的警察权了 因为美国过去 他是在大概80年代 他停止了在南泰的这些国家 岛国的原子核子试验以后 他基本上他就是 他说他这个警长就退休了 副警长来代行警长 副警长就是澳洲 所以美国不太管南泰的事情很多年了 这两年他重出江湖 这个不但这个 这些美国的高层的官员 都到这个南泰 亲自来这些地方 还有这个南泰岛国论坛 他们的这个贺锦丽 然后他们的这个 还有谁啊 还有他们的布林肯 都亲自语义啊 所以美国已经把这个警长全收回来了 那现在警长自己已经在那边执行公务 副警长正好乐得轻松啊 警长把这职务交给副警长 但是发现有另外一个事例要过来 把我的管辖范围重新做划分 警长必须要重出江湖 怎么无奈乎 我们的副警长好像就希望以和为贵 不太想要去搞这事 所以警长必须要自己出面 自己出面 那他已经接手了 那他也管不了的话 副警长正好怎么样 乐得清闲啊 你不觉得这个潘恩纽啊 在对澳洲媒体突出这个消息的出发点 就是要让澳洲人知道 我现在是有价值的 那我现在可能 澳洲你要不要对我有点在 各方面面的一些政策上面的一些 对我想也是打一声招呼啦 打一声招呼 因为诺鲁那个时候 那有记者就问澳洲啦 说你知不知道 澳洲说我事先知情啊 澳洲外交部直接讲了 还接了一句话说 这是象征我们跟南泰国家的关系 有向前一步 知道向前 因为他说他做这件事情还告诉我 这就表示关系有向前 他说他还举个例子 他说上一次 这个所罗门跟中国大陆签设 签订这种几乎警察方面的合作 警务的合作 那他们解释是类似军事合作的这种性质的时候 他说 左罗门完全没有事先通知我们 那所以这次诺鲁要跟大陆建交 他事先还有告知 所以呢 他认为这是 紐西澳洲跟这个南泰国家关系 已经有改善跟进步了 OK 好 这是澳洲的一个角度 好